大家好我是演蜜 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开源与节流到底哪个重要 其实这在投资理财的派别当中 其实很多人都在争论这个问题 有的人觉得投资比较重要 开源比较重要 有人觉得节流比较重要 省钱比较重要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两统路线的人 他们选择的生活截然不同 那这一期呢我想要来分享我的观念给大家 希望能够为你大家启发 这是关于投资理财与自我成长频道 如果你希望每周只花10分钟 就能提升竞争力的话 欢迎订阅哦 那我就开始了 首先呢这期主要会分享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来厘 开源与节流的差别 那第二个重点呢是我想要来分享 开源的几种方法以及节流的几种方法 然后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那第三种呢就是我自己个人呢 想要给大家的小建议 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开源与节流的差别 简单的说呢开源呢就是增加收入 那节流呢就是减少支出 那事实上的确呢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理财教学频道 教学大家不同的重点的内容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相信的派别 可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方法不适用于你呢 其实不见得是这个方法的错 而是你的阶段可能不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以我来说 假设我在月薪两三万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工作可能才刚开始 然后我又是社会新鲜人 还没有累积什么工作的资历 你要我跳槽加薪还不太可能 因为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累积 这时候如果我的理财方法的老师 跟我说你要多开源呢 这时候我反而想着好那我开源 我跑去兼职打工 然后反而耽误了自己的本业 这样反而得不偿失 那这样子这时候开源可能不是最好的建议 而是从节流开始可能我们可以最简单的做到 比如说一个月两三万元 然后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尽量不要让自己是月光族 然后多储存一点钱在自己身上 然后那一点点的钱呢 可以拿来做储蓄当作紧急备用金 然后一部分的来投资自己 然后让自己的收入呢 有机会可以拉高 因为只有你不停的投资你自己呢 你未来才会有开源的可能性 通常节流呢 是我们可以立即达到效益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控制自己的支出 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比未来能够赚多少钱还要相对容易许多 可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理财 因为理财的功用呢 就是要学会预算分配 那你只要适时的去分配你的资源 一部分呢 帮助自己累积更多的开源能力 那一部分呢 让自己节省下来 然后这些资金可以让自己 可以更加应用在其他的地方上 那这样子长期下来呢 就可以带来很可观的效益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其实很少很明确站在哪个派别说 喔 节流省钱很重要 可是如果你是把那些小钱省下来 可是却不愿意投资自己 那怎么办 或者是我会发现有些人他们会为了省那10块20块 然后花了一两个小时去排队 那你真的觉得这样值得吗 会不会那一两个小时 其实远远的比你省下的那10块20块更有价值 那我是蛮推荐大家其实好好地去评估一下 你的时间价值大概有多少 再来决定你这个能节流到底值不值得 虽然说有些大钱呢 你省下来是个好事 但是有些小钱呢 是不是能够用来帮助你节省更多的时间 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以创造未来开源的可能性 那反而是我推荐大家这样子做 那第二种呢 就是开源与节流的方法 那我这边其实整理了几种 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开源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你可以开始进行副业 但是我刚才有说 如果你的生活很窘迫的话 然后又还是社会新鲜人 在公司工作还不稳定的时候 我建议开始开创副业 通常我会比较建议那种 工作已经几年了 事业很稳定 可是他的工作短期内不太会有升迁发展的可能 然后他又有兴趣经营副业的话 这时候你比较适合去经营副业 那第二种呢 就是你在你的本业上面升迁加薪 那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因为如果你好好的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面 你是很有机会可以升迁加薪的 同时呢 也可以提高你自己的社会地位 对于比较保守的人来说 这其实是最扎实的方式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投资 用股票投资 执行投资 外汇投资 加密货币投资都好 透过投资的方式来让自己钱滚钱 在下班后学习投资的知识 来让自己的金钱呢 有效的运用 那这是第三种开源的方式 第四种开源的方式呢 就是打造被动收入 那所谓的被动收入呢 就是资产管理收入 因此呢 如果你懂得去打造你的被动收入 创造更多的资产的话 你就更有可能 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 那这样子一来 你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 可是其实打造被动收入 它可能同时要集结了 前面刚刚讲的这三种能力 第一个是你升金加薪的本业职能能力 第二个呢 是你经营副业的能力 以及第三个呢 就是你投资的能力 事实上呢 我自己认为打造被动收入 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 进阶的开源能力 第二个部分就是截流了 其实截流呢 它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就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做预算的分配 那这就是我们在三信封理财法 跟六贯子理财法 常常分享给大家的方式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可以做计划性的支出 比如说像我们一年 房租可能每个月多少钱 你可以算出来你一年大概花多少的房租 那你可能平常每半年 采购一次保养品 或每半年采购一次新衣物 你可以计算一下 你大概需要多少的制装费 那比如说像我的工作 可能会有电脑 可能会有相机器材这些设备 可能需要派换救星 我也可以计划性的采购 计划一下每一年 大概会有多少的设备采购支出 那有计划性的消费呢会帮助你 其实都可以买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又可以节省掉不必要的浪费 那第三个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定期的检视支出 我自己是不鼓励记账的人 但是呢我蛮鼓励你们可以透过 比如说像是账户管理法 或者是信用卡管理法的方式 来让自己的账目变得更好管理 然后透过每个月检视一次 自己的支出来确保自己 没有突然大爆发开销 那如果说你有什么娱乐的计划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花钱计划 包含结婚买房甚至出国旅游的话 它都其实可以有年度的方式呢 去把它规划起来 你就不会觉得突然之间 好多钱要花变得很有压力 那这是在节游的部分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做好的事情 事实上我觉得理财呢 不外乎就两件事 开源与节流 那同时也代表什么事 赚钱与花钱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焦点呢 聚焦在赚钱与花钱 怎么样有效率的赚钱 怎么样聪明的花钱 这两件事情上 基本上你的理财就已经80分了 所以这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要厘清好的观念 最后第三点呢 就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我想要根据每个人的月收入所得 来给大家不同的建议 我希望这样可以为不同类型的人 能够带来启发 首先呢 如果你是社会新鲜人 然后月薪两三万上班族 那么我会建议你 一开始的时候 你月薪的60% 列为你的生活必须开销 然后剩下40% 解禁所能的传下来 投资自己 或者是学习投资的知识 这样子才可以帮助你早点翻身 我得承认 在月薪两三万的这个阶段 很辛苦 因为我也经历过 但是只有你经历过这个过程 你有机会让你的月收入 提高到四五万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能更有余裕呢 去创造更多的多元收入来源 然后也不至于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一定要存紧急备用金 不管你现在是有多少资产的人 有多少收入的人 我们都有可能会有发生意外的那一天 但是只有紧急备用金是我们最基层的保险 可以帮助我们来应付生活不时之需 然后也避免我们做出更错误的财务决定 比如说如果你没有紧急备用金 就很有可能在错误的时间内买卖股票 然后造成更大的亏损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建议大家在学习 开源跟截流这些理财观念之前呢 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学习投资理财呢 本质上呢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其实在投资理财世界上我认为没有真正的标准答案 因为这个投资方法有人赚钱有人赔钱 这个投资方法有人赚钱有人赔钱 这个理财方法比如说有的人就很喜欢记账 他会很有安全感 可是比如说有的人像我就会很健忘 我就会觉得记账然后我觉得很痛苦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是了解自己 然后去尝试各种方法 慢慢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 然后又可以做好投资理财的方式 那才会是成为你人生可以一辈子收入的方式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那最后呢我想要问大家问题 就是呢你自己觉得你是属于开源派呢还是节流派呢 A 我是属于开源派 我希望可以赚更多的钱 然后有更多的收入来源 B 我是开源派 但是我其实有点无力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赚到更多的钱 C 我是节流派 而且我非常擅长找到各种省钱的方式 D 我是节流派 但是其实我觉得省钱对我来说有点痛苦 或是有点困难 1 欢迎随意和我闲聊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跟我说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频道 那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